嗨,大家好,我是熊媽 告訴你一個快速又偷吃步的勾法 快速的我們勾好幾個法術 我們一起來勾勾吧 首先我們使用蕾絲針0號 蕾絲線5號或者是用拉拉線 這種細度的線都OK 19公分的彈性繩使用針 把它縫合也可以買現成的 可是這種的彈性比較好綁起來也比較舒服 裝飾品可縫或者是用黏 使用保麗龍快速型的 用針縫我們的彈性髮圈 交錯1公分 在交錯的中心 我們利用較細的針穿過 可以利用一個墊子 帶防滑紙套 那以這個方法我們在不同的地方 多縫合幾次 縫合好我們和一般的縫法一樣打結收尾 縫合好我們和一般的縫法一樣打結收尾 跟我們的彈性繩壓在一起 利用勾針先勾起來 勾第一個鎖針 將線頭跟我們的彈性的線放在一起 把它一起藏在裡面 那我們勾這個短針呢 不用去算針數 但是我們在結尾的地方 要說針或者是跳針 把針數吃掉 像這樣子鬆鬆的 我們稍微把它拉過去 要把短針勾密一點 尾巴我們跟第一針 結合起來 那上面的花樣我們有長跟短 短的話我們的所針起四針 長的話我們所針起五針 我們用圖示來看 這個是我們的彈性線上面的所針 第一針我們就開始決定要勾四個 或者是五個 這個叫花樣A來做圖解 勾四個的話我們只要勾長針 在同一個所針的地方 要把這些針目都勾在同一個地方 那左右的話兩邊的勾法是一樣 那勾好之後呢 我們要在左邊一個引拔之後勾三個短針 這樣子五針為一個花樣 那我們五針 勾五個所針的話是搭配長長針 那勾四個的話我們是勾長針 那接下來待會會示範 這個是勾短這個是勾長 那我用粗的線來做示範 我們先勾長針 我們起四個鎖針 一般你也可以勾三個 這邊的話我們是勾四跟五 先在勾針上勾一個線 拉出來 勾針是成一個斜角 勾一次我們再勾一針 勾下去 拉上來 先勾兩個收掉 再勾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勾長長針 我們勾兩次的線 那一樣我們的針稍微斜一點 先縮掉兩針再縮到兩針 再把後面的兩針縮掉 勾兩次 然後勾起來 線上面呢我們會有兩個 兩個一起收 長度會不一樣 那我們來勾花樣A 先起四個鎖針 那勾長針我們勾一次的線 兩針兩針的收 那花樣的話我們勾所有的 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那再勾四個鎖針 一樣在同一個鎖針的地方 做引發勾起來 這樣子一個花樣 那這個花樣我們是左右各做一個 那一樣再勾四個鎖針 那勾一個線 那勾一個線起來 那兩針兩針的收 那勾兩次 這些我們都在同一個鎖針的地方做 兩個做完我們做四個鎖針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把線引拔出來 這樣子我們這個畫樣就勾好了 那我們左邊的連結呢 是跨過一個短針的地方 把線引拔起來 然後再勾三個短針 然後再勾三個短針 這樣子一共是五針 我們圍一個花樣A 就是這樣子一個重複一個重複 那跨過去的第一針我們要勾的地方 一樣是引拔過去 那一樣看你是勾四個或五個鎖針 那一樣是重複勾 那看一下這個可能比較細 那勾法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左右都是勾短針或者是引拔 那所以這個一圈很快就可以完成 那我們勾好一次之後引拔起來 這樣子我們的右邊就勾好 那我這邊是勾五個鎖針 那勾長長針 勾兩次 那勾好再勾五個鎖針 在同個位置引拔起來 勾好一個這個畫樣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把 線往左邊的短針的地方引拔起來 再勾三個短針 這樣子五針為一個畫樣 那勾過去之後我們一樣在下一個短針的地方引拔後 重複以上的動作 好 在尾巴的後面呢 你要去算一下 就是要盡量把針目弄得剛剛好 可以稍微剪一針短一針 那最後的時候跟前面的第一針做一個引拔連結 那線頭我們留長一點 利用我們的縫針 穿到你的線頭有露出來的地方 再重複的縫幾次 這樣子我們就勾好了 那裝飾的話可以家裡面有的一些小裝飾品 用黏的或者是用縫的都OK 每個顏色每個畫樣都很可愛喔 勾大或者是大人小孩都適用 好